中国云南和四川都发生森林大火 其中云南的山火不幸造成伤亡 而四川的山火持续扩大 将近5000名的居民已经紧急撤离 四川省的甘孜州雅江县 前天下午突然发生森林大火 伴随八级以上强风 导致火势迅速蔓延 根据民众拍下的影片 连400公里外的成都都疑似受到大火影响 整个天空变成黄色 目前救灾工作还在持续当中 没有传出人员伤亡